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周作人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 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 倘若是强迫的另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诵 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取值 读文艺的书如喝酒 要读者去判别味道的清拙 这责任都在我不在他 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 辨别味道的力量 以致取值颠倒 清拙混淆 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 便是他的知识趣味 都有欠缺 还没有通 不是书的不好 这样未通的人 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 列宁 马克思 斯托布斯 埃罗兴科 也要弄出毛病来的 我们第一要紧 是把自己弄通 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 不但不会上他的道 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 古人云开卷有益 量不我欺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 一看就要注明 正如某军 反对赢书说 一见金瓶没三字 就要守赢一样 所以 非身必顾 拒不可 诚然 救书 或者会引起救念 有如赢书之 引起赢念 但是 把这个责任 推给无知的书本 未免 如埃里斯所说 把自己客观化了 应跌倒 而打石头吧 恨古书之叫人守旧 与恨迎书之败坏风化 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 敬书 无论敬的是哪一种的什么书 总是最愚劣的办法 是小孩子 疯人 野蛮人 所想的办法 然而 把人交通的教育 此刻在中国有吗 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据某军公表的通信离影 群强报的一节新闻 说某地实行星学制 其法系 废去伦理心理 博物英语等科目 改读四书五经 某地去此 不过一天的路程 不知怎么的 在北京的大报上 都还不见记载 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 有信用的报 所说一定不会错的 那么大家奉献预读古书的时候 将到来了 然而在这时候 我主张大家 正应该绝对的反对读古书了 十四年四月 选进潭虎级上卷 北兴书局 1928年版